读味完了之后还有电视还有冰箱 我的天啊 Amazing Hello大家好 这里是Crystal 那这期视频呢 我将会分享 如何三千块搞定 今天六晚泰国游 我之前呢有去过两次泰国 那预算呢 基本上都是三千块左右 所以今天呢 我将会分享给大家 怎样在三千块之内 就可以去过玩一趟 其实我身边的朋友 很多都被我安利去泰国玩 因为泰国实在是太便宜 也太好玩了 我们可能一想到 出国玩肯定就会很花钱 但其实并不是 去泰国真的比在国内 旅游要便宜 你不要想当然的去 想一件事情 你要自己去计算 自己去攻略 自己去这样 把一个行程安排下来 你知道真的 三千块真的可以做很多事情 而且真的去泰国玩就够够的 而且可以给你玩的 也不算特别穷有吧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首先进入正题 首先第一个应该就是 如何签证 那泰国的签证呢 有提前签和落地签 那提前签呢 就是你可以在淘宝搜到 那个泰国签证旅游签 就可以落地签的话 因为泰国长期被了 拉动旅游的发展 一年经常就会 发放这种 免费签证 但是 各有各的好处 比如说提前签 可以在落地的时候 节省游玩的时间 不用排队 不用拥挤 如果落地签的话 就是免费 对不对 所以各有各的好处 那我第一次呢 是提前签 第二次呢 是落地签 其实落地签 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 就是排 对于要排很久 就是 对于我和 我另外一个小伙伴 想说 就是能省则省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 我们那次就是 缩走就走的旅行 然后最后 我的小伙伴 就很激动 在宿舍里面 拿着手机 想去玩 想去玩 好 缩走就走 好 我们就 当天晚上就买到机票了 那其实如果 你是提前签的话 也没有很贵了 在淘宝上 两三百块钱就可以了 好 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机票的问题 其实去泰国的机票 非常的便宜 我一般就是买来回的 我第一次买成来回 曼谷 重新曼谷 来回一千 然后第二次买成 因为第二次是 缩走就有旅行 所以就蛮贵的嘛 一千五大概 来回 但是如果你 提前一个月 或者半个月 去做这个规划的话 你提前去买票的话 一千之内 绝对可以搞定的 对不对 你要想在国内的单程 都有些地方 都要九百块 一千左右 所以这个来回 泰国 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然后就是买机票的 一个tips 之前买的所有的机票呢 都是在非洲上订的 但是 每个季节 每个季度 每一个月 而且 每一周的 周一到周五和周末 它的价格又是不同的 一天 它早上 晚上 还有白天的 它又是不同的 所以你必须去关注它 如果那个价格 到达了你心理预期 觉得这个价格还不错 然后你就 要当机立断就买了 不要等到说 这么便宜 那也会不会再 降一点点的 就是你 你可能一会儿 它过去又攒回去了 所以你一定要 做事要果断 对吧 你觉得这个价格 已经不错了 你就把它买下 这就是你 这个决定 一定要当机立断 这是飞机票的问题 好 然后 就是酒店的问题 酒店呢 我一般 也喜欢两个APP 一个是飞珠 一个是爱比银 我蛮喜欢在爱比银 定是因为 我很想去体验那种 当地人的生活 我想去跟民宿的老板 或者是去 去那种不一样的 那种住宿的地方 去感受 那比如说 第二次我们就是 全在爱比银上定的 一个服装设计师 他的这个一个工作室 去居住 因为他工作室 二楼是这个住宿嘛 也非常的便宜 我跟他两个人 他一下才 一碗五十块钱左右 然后六碗 三碗上住在海边 然后三碗是住在曼谷 而且泰国的这些酒店啊 它肯定有贵的 对不对 它肯定有贵的 但是你 你不要觉得那种 你感觉八十多的 九十多的 一百多的 没有很好 但是其实我觉得 还会给你 不一样的惊喜哦 因为 因为我们预算 本来就有些嘛 但是你在选的时候 真的还是有那么 一两家酒店 是真的蛮不错的 比如说我们去海面 你想在海景房 肯定就很贵 但是我们选了一个 比较靠海的 那是觉得可能 一百块钱 可能就也就 收收了 但是我们去了 一看 真的好惊喜啊 就是他的那个客厅 然后他的工作人员 也非常的sweet 然后里面又有空调 又有风扇 然后又有 毒味 完了之后 还有电视 还有冰箱 我的天啊 我就觉得 真的死了 那是有的时候 就是会给你 不一样的惊喜 而且你不觉得 你花一百块钱 去买了这么好的 一个酒店 你会很惊喜 如果他是两三百块钱 你就觉得 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花了百块钱 你又怎样 有没有耗力的提 你那次觉得 我反正当时觉得 Amazing 天正机票和酒店 这就是大头了 对不对 我们当时第二次 机票也太过了 一千五 所以我们把 这个酒店 压缩到 每个人只有 两百多块钱 对 你想想 我们一个晚上 一个人 人均只要五十块钱 所以真的很便宜 就不是 你一定要找一个 伴儿跟你一起 你选择一个房间 要有一个人跟你摊 对不对 这个评分就会 价格就比较的合适 OK 那么还有 就是如果你是 第一次出国旅游的话 就是我就建议你 多做一下攻略 第一个 马蜂窝旅游 适合去做一些攻略 看一下别人的旅游邮记 然后小龙叔上面 也有一些 这样的旅游的邮记 好 飞机票就在飞猪 住宿呢 就在飞猪和爱比营 然后你去看哪一个 比较便宜 你就在哪 加上订 地图呢 推荐这个谷歌的Maps 还有Grab 就是在国外的打车软件 美食的话有 大众点评 还有小龙叔上 可能有一些攻略啊 对不对 还有微博上 微博也是 有蛮多人发送邮寄的 我再谈一下 我心中的旅游 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旅游 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 就是在这个旅途当中 所遇到的那些人 和事情 打个比方说 我在泰国的期间 一次去泰国的 那一天晚上 为了找一家酒店 从车站徒步 来了去找那个酒店 但是当时是晚上了 所以就很晚 而且我们去的 又是那种小镇 你知道吗 海边小镇 比较小众的 这种旅游景点 那个小镇上面 就比较暗了嘛 所以没有很多的商店 来了之后 我们从荒郊野外 跟着那个地图 导的那个地图 它是 就是那个有bug 它把我们倒到了一个荒郊野外 而且那条路上 就彼此一条路 没有人 黑区马虎呢 然后但是 却有好多条那种狗 我不知道那是野狗嘛 反正就是 那公路两条 这 感觉过了几米 就有几条那种野狗 哎我的天哪 我当时 哎我我 我当时觉得那个场景很搞笑 然后我室友 他是第一次出国 所以他当时就觉得 哎呦 糟了糟了 人生地不熟了 万一要被野狗咬了 可怎么办呢 我们当时两个人 就是感觉又有点想哭 又有点想笑的那种 一开始觉得很搞笑 后来慢慢就觉得 哎呀 确实有点怕 因为天色越来越暗了 然后后来呢 我们就在路边 好不容易看到了一辆这个 一辆三轮车 车上是一个泰国人 还有一个泰国奶奶 我们就把他招下来 他们也不懂英文 所以我也不懂泰文 就说我们要去 他们也听不懂 但是 但是你知道 就是人类 它有一个奇妙的功能 就是你的肢体语言 还有你的表情 还有你的生态 它能get到 你大概是 你想去这里啊 然后把它走丢了 OK 然后就让我们上车 上车 最后 我们拉出那片黑暗的路 说我们要给人 tips意识一下 但是人家却 就是没有受 当时又找出了 另外一家的酒店的 那个酒店的工作人员 一个小姐姐 然后帮我们自己开车 载我们去 我们的那个酒店 虽然很虚择 对不对 你却因为这件事情 认识 体会到了 泰国人民给你的 这样一种 暖心的帮助也好 对不对 然后我记得我之前 从美国 回到中国的那趟旅途当中 还遇到了一个 来中国 他是第三十几次来中国 他说他是 当时呢 就是才辞职 他是一个 教书的 他想有一个空白期 需要一片休息地 去重新认识他自己 然后去想 他自己未来应该干什么 他之后 有没有更好的一个发展方向 对 所以我觉得旅游可能 更多的也是 给自己一片休息的地方 然后在旅途中 你跟别人的交流也好 你突然建设了 人的生活 就是我们可能身边的人 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真的 有些国家 他们的那个思想观念 他们是真的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认识一个 坚持做音乐的朋友 他好像没有读大学 他从16岁就开始自学 做音乐 完了之后 就一时坚持 我觉得人啊 最快乐的就是 你一边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你一边还有 还能够赚钱 我觉得这种就非常棒 我不一定要大福大贵 但是我理想中的生活 就是靠我喜欢的事情 赚钱 我就觉得 真的是太棒了 我可能也是通过这些经历吧 对我整个的三观 也有非常大的改变 哦对 还有人 让我教大家 就是怎么拍照 比如说去海边拍照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服装的问题 在出海的时候 你比如说你去海边 你肯定要挑选 一些适合海边的一些衣服 对吧 这是服装 然后挑选与景点 你要去的景点 颜色啊 还有这个材质啊 面料等等 搭配的这样的衣服 服装问题 首先你在出国之前 就要把它做好 这个工作 完了之后呢 第二点呢就是 你可以有一些 你要和那个景点去呼应 比如说你在一个海边 你要去找到不一样的 比如说你在一个岩石上 你可以去拍照 对不对 岩石上和坐在岩石上啊 站在岩石上啊 看一下那种背影啊 对吧 然后跟岩石有个互动 你在沙滩上 你可以拍一个沙滩美人 然后你再到海一点 我觉得海水是最好拍的 因为海特别冷嘛 然后你就拍那种很自然的 你用脚去踢水 完了你转身大笑 让你的partner 去给你抓拍嘛 还有呢就是 你可以利用天气 比如说日落和日出 那样一种剪影 或者说逆光拍摄 也是非常漂亮的 然后你后期再调一个颜色 而且你拍照时候啊 你这个身体 你一定要放松 你不要一直拘腻 你可以做这个样子 这样看镜头 然后去捞一下脑袋 完了之后 比如说拿一杯可乐这样喝 拿一个夏天的冰淇淋啊 有点夏天的匀素 然后戴帽子戴墨镜 然后大笑 比如说 我们一般就是拍照 然后抓拍的很自然 对不对 然后完了 好听 完了之后大家比较好奇 我有什么拍色的 我其实都是用我的 这个手机拍色的 因为我这个手机 我当时买它 就是因为它降机的效果 特别好看 我记得当时是那个 韩清子的 它是那个亲爱的客栈 用的这个手机拍的那个照片 我觉得好漂亮 那个时候正好要换手机吧 所以就买了这个OPPO 21S 然后它这个拍人像 确实非常的好看 然后我是用什么调色的呢 我一般是不批照的 因为我觉得会压缩那个像素 但是批一下会更好啊 我觉得我反正眼睛小 我也不想批大 因为我觉得很奇怪 我比较追求自然 然后我一般都是用这个Visco调色的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Visco 你打开 完了之后就跳到这个页面 然后呢 我们一般会在右下角的这个加号点进去 导入你的图片 然后我现在用 我已经有了的一个导入的图片做示范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片旋入 然后你点右下角 完了之后 它有自己的很多的滤镜 你可以看到 然后后面的都是一些要钱的 但是你可以 我一般都不选用这种自动的滤镜 我都会自己去调颜色 先选一下这个曝光度 调亮调低调暗 然后你觉得选到 拉到一个你最适合的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是对比度 好完了之后 暖和一点 淡一点 然后你选到一个最适合的一个值就可以了 我一般呢都会加这个白平衡 我喜欢调冷一点 然后再加一点紫色的元素 就会比较粉嫩 好接下来就是四周 我一定会把它调暗 然后是你的皮肤 再来我喜欢加一点颗粒感 颗粒感是一定要加的 最后呢就是 阴影 加一点点 然后是高光 也加一点点 粉嫩粉嫩的 然后你调到一个比较适合的值 你就自己选定 完了 打勾 然后我们看一下 对比 原来是这个样子 现在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原来 是不是一下就高级了许多 然后呢 你再保存 然后再存到自己的手机里 就OK啦 那最近呢也是毕业季嘛 所以很多人都会去毕业旅行 那也希望我的这样一个旅游的分享 可以帮助到大家 希望大家玩得愉快 同时也拥有一段美好的青春的回忆 So this is Chris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